海之光英语单词系列已经播出八集了 三千单词也已经过半 大家都掌握得怎么样了 为了检验一下大家的学习情况 今天我们就一起做个测试吧 大家好,我是凯蒂 I'm Stephanie 今天我们的测试一共有100道题 一题一分 请大家拿出纸和笔来 随时暂停 记录一下自己的得分情况 答案全部都是基础词汇 大家应该尽量全部掌握 最后几道填空题稍微有一定的难度 但是句子本身也是我们之前 习惯用语的视频里面学到过的内容 所以对自己要求比较严格的朋友 可以把及格线调为80分 不达标的朋友一定要回去复习前八集 继续加油 得了高分的朋友也不要骄傲哦 请在评论区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的学习经验 今天的内容分为四个部分 包括选择题填空题等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 第一大类是看图片说出正确的英文单词 先来看第一张图 里面是一个碗 大家知道英文怎么说吗 答案是 第二张图是吸管 下面这张图是一张餐巾 纸的或布的餐巾都是同一个英文单词 napkin napkin 你答对了吗 接下来这个图应该不陌生 就是吸纸 我们平时烧烤的时候经常会用到 正确答案是 tinfoil tinfoil 第五张图是爆米花 很多人在看电视的时候很喜欢吃的 popcorn popcorn 六张图是一件冒山 英文应该怎么说呢 正确答案应该是 hoody hoody 我们来看下一张图是牛仔裤 牛仔裤的英文应该是 jeans jeans 接下来是一个壁炉 fireplace fireplace 下面这张图是我们在家里做卫生的时候常用的吸尘器 英文怎么说呢 正确答案应该是 vacuum cleaner vacuum cleaner 你答对了吗 好 第十张图就是冰柜 或者是冰箱的冷冻室 freezer freezer 接下来是吸油烟机 range hood range hood 接下来是我们华人最喜欢用的一个电器 是电饭堡 或者是电饭锅 英文怎么说呢 rice cooker rice cooker 下面这个是烤面包机 或者是烤吐司机 toaster toaster 接下来是北美很常见的一种野生动物 驼鹿 或者也叫迷鹿 现在就来技巧答案 moose moose 接下来是一个可爱的动物 松鼠 英文怎么说呢 squirrel squirrel 下一个图是海绵 下一个图是海绵 正气答案是 sponge sponge 下一幅图是轮胎 英文是 tire tire 接下来是一个很常用的工具 铲子 shovel shovel 下面这幅图是步道 小径 英文应该怎么说呢 trail trail 你答对了吗 接下来是我们房间里要用的摆叶窗 bl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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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这幅图是关于零食 薯片 英文应该是 chips chips 接下来这幅图是表示数量 西方人喜欢用一答表示12个 那么一答的答英文应该是什么呢 dozen dozen 好第二三张图上面是皮革 英文是什么呢 leather leather 接下来是海鸥 seagle seagle 接下来是用好吃的肉呢 培根的英文是什么呀 bacon bacon 下面是一种很常见的鱼类 三文鱼 salmon salmon 下面是一种日用品 洗发水 shamp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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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是信封 英文应该是 envelope envelope 接下来这张图呢 是地上或者墙上一道裂缝 裂缝的英文是 crack crack 接下来这张图呢 是我们打理院子的时候 一个必备的工具 是修编机 trimmer trimmer 下面一个是剪刀 英文是 scissors scissors 接下来是受伤的时候 要用的绷带 或者是创可贴 bandage bandage 接下来钥匙的英文 应该怎么说呢 key key 接下来是和钥匙对应的锁 lock lock 接下来这个图是一个岛屿 或者是小岛 island island 下面是个交通工具 摩托车的英文是 motorcycle motorcycle 最后一张图片呢 手指按压的部位是脚踝 正确的答案应该是 ankle ankle 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二部分 是听英文 选择正确的中文意思 我们现在看第一题 mustard mustard a 芥末 b 胡子 你的答案是什么呢 正确答案应该是a 芥末 就是黄色的那种芥末酱 那么胡子的英文是什么呢 mustard mustard 大家不要把这两个搞混了 好 下一道题 recipe recipe a 收件人 b 收据 他应该是b 收据 那么收件人的英文应该是 recipient recipient 下一道题 blank blank a 空白 b 黑色 这回答应该是什么呀 应该选a 空白 那么黑色的英文是 black black 第四十一道题 purse purse a 追求 b 女士小提包 正确答案应该是 答案是b 女士小提包 那么a选项追求 对应的英文应该是 pursue pursue 接下来这个单词是 angle angle a 角度 b 天使 pursue 正确的答案应该是a 角度 因为天使的英文是 angel angel 你选对了吗 接下来个单词 pile pile a 管道 b 堆 装 你的答案是 应该选择b 堆 装 因为管道的英文应该是 pipe pipe 好 下一个单词 dressing dressing a 沙拉酱 b 佐料 答案应该选 a 沙拉酱 那么佐料的英文是什么呀 seasoning seasoning 好 下面的单词是 foyer foyer a 额头 b 玄关 你的答案是什么 这个答案应该是b 玄关 那么额头的英文应该是 forehead forehead 第46题 closet closet a 衣帽间 b 阁楼 应该选哪一个呀 正确答案是a 衣帽间 那么阁楼的英文应该是 atic atic check 接下来单词是 invoice invoice a 支票 b 发票 哪个是正确的呢 应该是发票 支票的英文是 check check 好 第48题 budget budget a 选项 选项a 预算 选项b 目标 应该是哪个呢 答案是a 预算 那么另外一个选项目标 它的英文应该是 target target 接下来单词是 strengt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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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优势 b 强壮的 正确答案应该是a 优势 那么强壮的英文应该是什么呢 strong strong 好 第50题 bracelet bracelet a 围巾 b 手链 正确的答案应该是什么呢 应该是b 手链 那么围巾的英文是 scarf scarf 好 下一道题 jelly jelly 它的意思a是果冻 b是果汁 哪一个是正确的呢 应该选a 果冻 那么果汁的英文应该是 juice juice 好 第52个 cottage cottage a 棉花 b 度假屋 你选哪一个呢 应该选b 度假屋 因为棉花的英文是 cotton cotton 好 接下来是个动词 crash crash a 脸红 b 压碎 正确答案应该是 应该是b 压碎 那么脸红应该是哪个动词呢 blu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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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接下来 bite bite a 是咬 钉 b 是拍 打 哪一个是正确的呢 好 应该选a 咬 钉 因为拍 打 是另外一个动词 beat beat 好 下一个动作 d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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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驾驶 b 潜水 应该是哪一个呢 正确答案是b 潜水 因为驾驶是 drive drive 接下来这个单词也有很多人容易搞混 是 desert desert a 沙漠 b 甜品 正确答案应该是a 沙漠 因为甜品的英文是 desse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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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多了一个s dessert 第57题 subur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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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地铁 b 郊区 正确答案应该是哪个 应该选b 郊区 因为地铁的英文是 subway subway 好 下面进行第三部分的测试 第三部分分成两大类 第一类是听中文 选择对应的英文单词 我们先来看一组动词 打喷嚏 a sneeze sneeze b snore snore 正确答案应该是 应该选a sneeze 你答对了吗 好 下一道题 滑倒这个动作 英文是 a skip skip b slip slip 答案是b slip 好 下一个爬行的英文 a crawl crawl b climb climb 应该是 a crawl 好 接下来这个是 弯折 动词应该是哪个呢 a bend b b stretch stretch crawl 正确答案应该是 a bend 好 下一个单词 追赶 这个动词 选项a是 catch catch b是 chase chase 应该选拥 应该选择b chase 好 第六十三题 拖 拉 它的英文是 a drag drag b drop drop 应该是 a drag 好 接下来这个动词是 倾斜 a knock knock b lean lean 你选的哪个答案呢 正确答案是 b lean 好 接下来 淹没 这个动词 a bury bury b hide hide 应该选择a bury 你答对了吗 好 下面这个是 交货 送答 a enter enter b deliver deliver 正确的是 b deliver 好 最后一个动词 挪动 搬家 a carry carry b move move 正确答案应该是 b move 好 第二大类是 听中文 说出正确的英文单词 然后再跟我们的答案 核对一下 看看你能答对几个呢 社区 社区 它的英文应该是 community community 零食 snack snack 现金 c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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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费 tip tip 好 下一个是 押金 deposit deposit 接下来 性别 gender gender 你答对了吗 下面是我们在一个建筑里边会发现有出口入口 那么入口的英文应该是什么呢 entrance entrance 接下来是一个表示方位的名词 某一个东西的对面 那么对面这个英文应该是什么呢 opposite opposite 下面这个东西呢 是我们在各大超市门口都会看到的一种免洗的消毒洗手液 它的英文应该是什么呢 hand sanitizer hand sanitizer 接下来是汽车上的引擎 engine engine 那么汽车的喇叭英文又是什么呢 ho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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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接下来是树叶 leaf leaf 那么洪水英文又是什么呢 这是一种自然灾害 flood flood 好 下面这个单词是个形容词 形容有些人头发是金色的 金发的 有一个固定的单词应该是什么呢 blonde blonde 你答对了吗 好 下一个 灭火器 fire extinguisher fire extinguisher 好 下面是金测试的最后一部分 填空题 要补全句子 分成两大类 第一类是选择题 要选择最恰当的单词来补全句子 我们先听第一句话 这个空格处应该选择什么呢 A greasy B crunchy 你的答案是哪一个呢 正确答案应该是B crunchy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 黄瓜和生菜很新鲜 并且怎么怎么样 A的greasy的意思就是油腻的 crunchy的意思是酥脆的 爽脆的 那么和这个黄瓜和生菜是匹配的 所以选B crunchy 我们再来听一遍完整的句子 the salad is so tasty the cucumbers and lettuce are fresh and crunchy 好 下一句话 Jason 空格 空格处应该填什么呢 A是 pushed B pulled 应该哪个答案是正确的呢 这句话翻译成中文就是Jason 按门铃太轻了 所以没有人能听得到这个铃声 所以按门铃是一个固定搭配 应该是pushed doorbell 所以答案应该是a pushed 我们现在再来听一遍这句话 Jason pushed the doorbell so lightly that nobody heard the ring 好 下面这句话是 I love this bedroom it's small but 空格处A的选项是 messy B选项 cosy 这两个哪个是对的呢 这句话说的是我喜欢这间卧室 它虽然小但是怎么怎么样 A选项massy的意思是说很凌乱 B的意思呢是温馨 cosy 所以显然答案应该是b cosy 我们再来听一遍这句话 I love this bedroom it's small but cozy 好 下一句 she's very 空格 when her tooth aches 选项A是 curious B选项是 grumpy 哪一个答案是正确的呢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 当她的牙痛的时候 她会非常的怎么怎么样 是一个形容词 那么A选项 curious的意思是好奇的 有好奇心的 B选项grumpy的意思就是生气的 情绪不好的 所以她在牙痛的时候就非常的生气 或者是情绪很不好 我们把这句话再听一遍 she's very grumpy when her tooth aches 好 接下来一句话 you can 空格 some salt and pepper on the salmon 空格处要填什么呢 选项A是 sprinkle B是 shred 应该选哪个是正确的呢 在这句话里 空格处应该填一个动作 你可以怎么样 一些盐和胡椒在你的三文鱼上 A选项呢 就是撒 喷撒 B选项是切丝 所以正确的答案应该是A 撒 那么就是你可以撒一些盐和胡椒 在三文鱼上 我们再来听一遍完整的句子 you can sprinkle some salt and pepper on the salmon 好 现在我们来看第八十八题 he was 空格 when he asked me ten times to come downstairs for dinner 空格处要填什么呢 选项A是 annoying B boring 显然这里边要填一个形容词 你的答案是什么呢 A选项 annoying的意思就是烦人的讨厌的 B选项 boring的意思就是无聊的 所以根据这句话的意思呢 我们应该选择A annoying 这句话翻译成中文就是 当他叫了我十遍要下楼吃饭的时候 他很讨厌 我们现在就来听一遍这个完整的句子 he was annoying when he asked me ten times to come downstairs for dinner 下一句话 this shirt doesn't fit me it's too 空格 around the shoulders 这个空格处应该填一个形容词 A选项是 short b选项是 tight 哪一个是最恰当的呢 正确答案应该选be tight 这句话翻译成中文就是说 这件衬衣不太合身 它在肩膀的地方呢 太紧了 那我们现在来听一遍完整的句子 this shirt doesn't fit me it's too tight around the shoulders 好 下一句话 yeah you're 空格 空格 right this is a safe and quiet neighborhood 这句话要填一个副词 A选项是 absolutely b选项是 gradual 应该选哪个呢 正确答案应该是 A absolutely 完全的 所以它跟正确合在一起 absolutely right 就是完全正确 b选项 gradually 是渐渐的 逐渐的 放在这里边就完全意思就不对了 所以选A 我们再来听一遍完整的这句话 yeah you're absolutely right this is a safe and quiet neighborhood 中文意思就是说 对 你完全正确 这个社区是一个很安全安静的社区 第九十一题 mary is not 空格 to answer your phone Can I take a message 好 这个空格处呢 应该填一个形容词 A选项是 vacant b选项 available 那答案应该是哪个呢 这小题正确答案应该是 be available 因为A选项 vacant 意思是空缺的 比如座位啊 职位啊 空缺 那么available的意思就是 有空的 所以这句话 玛丽现在没有空接你的电话 我可以帮你留言吗 选择be available 我们再听一遍 Mary is not available to answer your phone Can I take a message 好 下一道题 the bus is usually on time 空格 bad weathers 空格处应该填什么呢 选项A是 even if b是 except for 正确答案应该是哪个 应该选择b except for A选项 even if 的意思是 即使 而且后面应该加一句话 而这句话的空格后面 直接是一个名词 bad weathers 所以A肯定是不对的 B选项 except for 是 除什么什么之外 那么在这句话里说的是 这辆公交车 通常都很准时 除非是坏天气 所以答案应该选b except for 我们来听一下 完整的句子 the bus is usually on time except for bad weather 好 你答对了吗 下面来看第二大类 是在句子的空白处 直接填出最恰当的单词 好 第93题 take a deep 空格 before going underwater 空格处应该填写 breath 它意思就是 在潜到水下之前 先深呼吸 那我们再来听一下 这完整的句子 take a deep breath before going underwater 好 94题 I can't wrap my 空格 around this math problem It's too complicated 空格处应该填 head 在这里边呢 涉及一个惯用语 wrap my head around something 意思就是 我绞尽脑汁 怎么怎么样 所以这句话 意思就是 这道数学题 让我绞尽脑汁 还是想不明白 它太复杂了 我们再听一遍 完整的一句话 I can't wrap my head around this math problem It's too complicated That ticket is just fifty dollars It won't 空格 the bank 在空格处 应该填的单词是 break 这里边固定搭配是 break the bank 意思就是 很贵 所以这句话 意思就是说 那张票 只要五十块钱 不是很贵 我们再来听一遍 That ticket is just fifty dollars It won't break the bank 好 下一句话 It's a rule of 空格 to call your friends before you go to their houses 这里边也是一个固定搭配 看到a rule of 后面一定是 thumb 意思就是通常来讲 意思就是通常来讲 那么这句话就是说 通常来讲 你去朋友家之前 都应该先打电话 跟他们说一声 我们再来听一下 完整的句子 It is a rule of 告诉我 你到底想不想买那双鞋 我们再来听一遍 Don't beat around the bush Tell me Do you want to buy those shoes or not? 下一句 I don't have any plan for this weekend Let's just play things by 空格 答案是空格处应该填 Ears Play things by years 这个是一个固定搭配 意思就是说 到时候看情况再定 所以整句话意思是说 我还没定周末的计划呢 我们到时候看情况再说吧 I don't have any plan for this weekend Let's just play things by years 下面这句话有点长 大家仔细看一看 I take it with a grain of 空格 Because he's just an amateur gardener I don't know if what he said is true or not 这里边也是一个惯用语 空格处应该填 salt A grain of salt 意思就是对什么事半信半疑 整句话的意思是说 我对这件事持保留意见 因为他只是一个业余的园艺师 我不知道他说的是真是假 我们再听一遍完整的句子吧 I take it with a grain of salt because he's just an amateur gardener I don't know if what he said is true or not 好 今天最后一道题 I really put my 空格 In my mouth when I asked my colleague about her mom I didn't realize her mom passed away 在这里边空格处应该填 foot Put my foot in my mouth 意思就是口无遮拦 所以这句话的意思是 当我询问我的同事关于他妈妈的事情时 真是口无遮拦 我当时都没意识到他妈妈已经去世了 我们现在来听一遍 I really put my foot in my mouth When I asked my colleague about her mom I didn't realize her mom passed away 今天的测试就到这里了 大家的成绩如何呢 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测试心得 也欢迎订阅 点赞 转发哦 感谢收看 我们下次见